纪国炎异式呼吸法的创造者会使用骑士呼吸日珠呼吸 也就是看之狼所使用的火之神神月的呼吸法 如果只看过动画的话 相信对此人会比较陌生 共画中存有无惨回忆他的片段 是一位能够把鬼王无惨 打出心理隐隐的存在 让我们来一起了解一下吧 纪国炎异式作为 战国时代的虎式家族 纪国家的四男出生的 在那个时代双胞胎会有中国继承人之位的可能性 而被看成不祥之兆 并且炎异从出生额头就带有胎记 这就是翻文让其父感到鬼准备将其杀死 还好在母亲发黄般的图纸下 才幸免于难 但却被约定必须在十岁时 送到寺庙里出家来避免其成人纷争 因此原意过的生活和胸脏严胜 比起来要差很多很多 这也让严胜对原意的处境感到怜悯 于是总是很温柔地对待他 甚至还因为和原意一起 反而遭到父亲劳劳 但即便如此严胜 还是做了个笛子送给原意 定表是有麻烦者吹响 他会立刻过来保护原意 但原意却一直都没有开口说过话 甚至没有笑过 所以众人开始以为原意是个聋哑人 他的母亲也误以为 几双尔失聪 而祈求神灵护佑他 并制作了尔环状的护身符 就这样这种日子持续到一次 他望着严胜恋剑之时 问到兄长是想成为全国最强的武士吗 并表示希望成为第二强的武士 去帮助兄长 如此说着理想的原意 第一次开口笑了 然后他开始想在旁学习建树 不仅的部下见状以玩笑的态度 试着指导了一些口诀 结果被一下掌握的原意瞬间打败 原来原意从出生就拥有着超凡的才能 他天生能看到空透的世界 可以轻松看透对手的攻击并加以反击 还同时拥有极其强大的身体能力 然而温柔的原意无法忍受 殴打他人的触感 而打算放弃恋戒 以及变强他更想与兄长在一起玩耍 却不知他宛若被神明眷不官的强大 引起了兄长的嫉妒 因为原意自认是故乡之子 所以在母亲病逝之后 他立刻和兄长告别离开了家 原本要去出家的他 在路途中偶遇了一名少女 少女名叫宇多 家里人都因命而去世了 留下他一个人孤独地活着 看着孤灵与依人的他原意表示留下来陪他 于是两人开始了一同生活 与宇多的生活 让人一伤有了自己 似乎是十分与众不同的存在 但原意对那些都没兴趣 他后来和宇多结贵了夫妻 想就这样平淡的生活下去 但在宇多临产他出去找铲破之时 却遇上了个急忙赶往战场 想看望扑上额上的老人 原意只是帮助了老人 也能在日落前回家 而回去之时却发现 妻子与父中的孩子一定被杀了 他十分茫然地抱着妻子的银孩待了十天 直到鬼杀队的成员找上门来 了解到王七世被鬼杀害的原意决心 对鬼进行讨伐 加入了鬼杀队的园 一开始指导鬼杀队们 学习自己的呼吸法 并以言 风 水 雷 沿的剑术型开发了特色的呼吸法 虽然没有艺人可以掌握原意的日之呼吸 但还是使得鬼杀队们的实力 得到飞跃性的提升 其间原意还遇见了胸脚颜胜 也一同加入了鬼杀队 变叠绝鬼的行动可以说是绝对不停 而后不久原意他便遇上了鬼王无惨 那时的无惨身边还跟着诸事 原意在交战中立刻察觉 无惨身体的诡异性 在战斗中的瞬间立刻创作了 日之呼吸第13型 瞬间就秒杀了无惨 原意的掌痕甚至让再生力 十分变态的无惨无法再生 只要下一刀就能彻底跟绝他 但原意对于给他带来 悲惨命运的无惨无论如何都想问他 无法生命当中什么 但无惨没有做出伟大 而诸事则是十分期待看到无惨的死亡 得知无法知道答案的原意准备首任无惨时 无惨急忙将自己的身体 分裂成1800块周快逃离 原意虽然迅速砍伤了1500块 但还是被其中300块逃跑了 看着成功逃跑的无惨诸事 十分绝望地告诉原意 只要他还活着无惨 一定不会出现在人世间 原意感受到朱氏对无惨的恨意 委屈朱氏今后有机会 请帮助鬼杀队击败无惨 然而没能杀掉无惨和放跑朱氏的行为 让鬼杀队员十分愤怒 再加上其凶变为鬼祸害百姓 以至于甚至有队员要求原意自尽 但在当时年仅6岁的当主 不断地维护下才改为朱丽鬼杀队 没有去处的原意后来来到了探极家里 也就是探极郎的祖先家里 没能斩杀无惨 就等于今后还会有大量的恶人惨遭杀害 这让原意十分的自责 各种各样的罪恶感给他带来了难以想象的折窩吧 但探极也不知该如何安慰他 直到他的孩子突然寻求原意抱抱 抱起孩子的原意在孩童的欢笑下 就这样不自觉地流下了眼泪 这是他一直一直所渴求的东西 在本作《终极伯源》 一直都被塑造成神一般的人物 但在这里我们可以感受到 他其实也只是一位 渴望亲情和爱情的平凡人 喜欢视频可以按赞关注我 谢谢大家